观众朋友过年好 在新春佳节啊 人们呢都要带着各种各样的礼物啊 走亲访友 可您知道吗 有这样一种工艺品呢 经常被作为国礼馈赠外宾 这就是景泰兰 今天呢 我们为您介绍的就是一些精美华贵的景泰兰 中国景泰兰工艺品 所以造型优美 色彩鲜艳组成 它与雕漆 牙雕和玉雕并称为北京传统工艺的四大明代 北京故宫珍藏有各式的景泰兰七千多件 许多都是明清两代皇帝的御用器物 这件明朝宣德时期的禅之莲文碗 晚内壁通湿蓝色发廊柚 外壁湿白色发廊柚 以S型串联起六朵红黄墨绿色蝉织莲花 文是绚烂富丽 到了清代乾隆时期 景泰兰又进入了一个辉煌阶段 这件天机尊 天机左立身巧手状 背负赤尔尊 足灯镂空双轮 尾翼内侧立于同度金小天机 天机作为一种传说中的神鸟 具有吉祥美好的寓意 乾隆时期造办处 曾以不同的工艺制造天机形象 令人耳目一新 为庆祝乾隆皇帝八十寿臣 宫廷造办处精心制造了景泰兰万寿无浆碗 碗同胎镀金 圆形 长口 圈足 碗的外壁装饰着相同的四朵莲花和四个圆形开光 开光内分别在宝兰右底上装饰万寿无浆四个镀金转子 做工精美富丽 寓意乾隆皇帝寿期无量 北京故宫珍藏的这些景泰兰 都是皇家的陈设 祭祀和生活用品 是研究中国古代景泰兰的珍贵实物资料 景泰兰又名铜胎掐丝发廊 是中国一种雌铜结合的独特工艺品 那么这种掐丝发廊 为什么又称为景泰兰呢 明代景泰年间是中国掐丝发廊工艺的鼎盛时期 景泰皇帝尤其喜爱这种掐丝发廊工艺品 景泰皇帝在位时期还创造了许多色诱 景蓝又就有古蓝 天蓝 宝蓝等 还有鸡血红 墨绿以及黄 白 紫等多种颜色 幼稚 幼稚 优美 沉稳 坚实浓郁 有逆辣之感 尤其是蓝又最为涂色 它的纯度与亮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有一种宝石般的美感 当时的器物多以这种蓝又作底 创造了景泰年间以蓝色为主的独特风格 因此以景泰皇帝的年号和这种美丽的右色来命名 景泰蓝便成为这种工艺品的专用名词 一直沿用至今 景泰蓝的精美与华丽 博得了世人的赞誉 一直是皇家宫廷的御用职务 那么这些精美的景泰蓝究竟是怎样制作出来的 它那些复杂的工艺在今天是否能完好的继承下来呢 这是北京一家制作景泰蓝的工厂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景泰蓝制作的工艺流程 景泰蓝制作工艺非常复杂 一件精美的景泰蓝器物 首先要有良好的造型 这就取决于制胎 在这家景泰蓝制作工厂中 工人使用延展性好的紫铜片 按预先设计好的图纸下料 经锤打裁剪出不同的面料 并用铁锤敲打成所需要的各式各样的铜拍 这道工序从头到尾完全要用手工制作完成 基础打好了 还要有优美的装饰纹样 这就取决于掐丝 您看 女工们用镊子将事先做好的柔软且具有韧性的紫铜丝 按照设计好的图案 用手掐折叠 翻卷成各种精美的花纹 掐释出妙趣横生神韵生动的画面 景泰蓝华丽的色彩取决于诱料的配置 这就不能不提到点蓝 这是景泰蓝制作工艺中最复杂细致的工序 艺师们用一个个金属小铲 行画称蓝腔 把各种颜色的发廊诱料填入丝纹空隙中 经过800摄氏度的高温烧融 将粉状诱料融化成平整光亮的诱面 如此反复两次甚至三四次 才能将右面与铜丝相平 使器皿披上了华丽典雅 五彩缤纷的漂亮外衣 一件景泰蓝作品的完成 还要进行打磨 最后所有铜的部分 及细丝采用传统的流金工艺镀金 这样一件斑蓝夺目的景泰蓝便脱颖而出了 可以说景泰蓝的制作既运用了青铜和瓷器工艺 又融入了传统手工绘画和雕刻技艺 含称中国传统工艺的极大成者 2006年5月20日 这项流传的近千年的传统手工艺 已经正式经国务院批准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中国工艺大师们并不满足于传统的景泰蓝制作 他们在沿用传统工艺的同时 不断创新 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景泰蓝制品 景泰蓝破金化 景泰蓝破金化是在明代皇家传统景泰蓝精湛的工艺基础上 发展创新的成果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进行了改革 采用双层不变形木家版围胎 金丝镶嵌 线条刚净流畅 光彩夺目 使古老传统的景泰蓝 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和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国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生前 曾亲笔提写墨宝 再与景泰蓝为中华瑰宝 景泰蓝制品给人以圆润结实金光灿烂的艺术感受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我们衷心希望这项流传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工艺能够世代传承下去 在节目最后呢 我们再次衷心的祝福您 新春快乐 吉祥如意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国宝档案 请您下期继续关注我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